摩尊大人 怎么了吧 你们所说的大礼 还不准备拿出来吗 再不拿出来 一会儿你们可就没机会了 十指仙界 身着万宝 这位应该就是仙界的万宝仙尊 另一位四大圣兽略阵护身 想来就是传闻中的四圣仙子 万宝仙尊这个称呼可真是怀念啊 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老夫了 如今的身份已经是主动成为神界的家奴了 不对 按照你们仙界的说法 应该称呼你们二位互道者 想不到传闻中的魔界至尊如此牙尖嘴利 就是不知道魔尊的实力比起嘴上功夫如何 二位不妨试试 只不过 要付出的代价会是很惨重的 蹦锁天仙 捕灭邪魔 青龙化解 什么 格朗 快动手 齐 传闻中的魔尊也不过如此 不也还是没有发现老夫所布下的结界吗 格朗 不要大意 别忘了道仙天怀的下场 此物名为玄解朱 别看不大 最重可达一方小世界的重量 老夫倒要看看这魔尊如何挣脱 本孙可没说你们可以走 玄武归甲 魔 魔尊 你 你不要过来 贯穿他 魔尊 等一下 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可以立下此期服从你 用尸为奴 还剩一个 霍天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护道者谁爱当谁当 他是绝对不会再当了 魔尊 他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圣灵呢 难道说圣灵他已经 可 可这才过了多久未免也太快了吧 难得来我魔界做客 则必急着走呢 不如就留在这里吧 这魔尊 什么怪物 什么嘛 也不过如此 用夜君城中 魔尊大人的气息 还有仙族虫子的味道 不然 你和小公主待在我身边不要离开 月轻游开口朝身旁的洛如鹰嘱咐到 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驱散 特意把我从夫人和小公主的身边分开 应该不是想对我出手 那就是想对夫人和小公主出手 我猜得对吗 诸位 不许位置 我也想对夫人和小公主出手